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们又见面了 上节课我们讲了手机拍短视频的一些基础操作支持 那你们在左拍拍和右拍拍之后有没有发现 哦 原来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特效啊 或者怎么样的效果啊 原来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怎么样 不是很难吧 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按耐不住了 想网上拿起手机哇哇拍我的短视频 不着急 这节课Z会教你如何把你的短视频idea 变成现实的第一步构思剧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跟我来 闭上眼睛 开始在你的脑海里想像你想拍的短视频 是不是有点画面开始浮现了呢 这些画面可能是新鲜出炉的美食 或者你坐在飞机上环游世界 甚至是你家的哈士奇打翻了垃圾桶 保持闭眼 我们继续想像 现在除了想像画面 接着去寻找这些画面给你带来的情绪 可能是开心 无奈 愤怒 悲伤等等等等 然后接着想像观众看到你的短视频作品之后的反应 哇 是不是掌声一片赞不绝口呢 最后想像你的作品给你带来的生活改变 老板赏识你了 接到广告单子了 成千上万的粉丝给你评论留言了 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 怎么样 构思短视频的剧本并不是那么难吗 因为刚才我们做的那个练习呢 是错误的 很多人在构思自己的剧本的时候 想着想着就想歪 啊不 想偏了 我们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想了四个东西 画面 感觉 观众的反应 以及明星网红的生活状态 初学者往往总会先想到结果 当然 想到结果并不是错误的 错误的是他们停留在结果上 刚才我们的那个练习里面 其实前面两步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脑子里确实应该先想到 那个画面和那个感觉 而这个结果其实就是我们的目标 而正确的方法是思考了前面两步之后 这个点 不是往这边去想 这个结果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往前面想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样子的结果 重点来了 所以在拍任何短视频之前 我们应该按这个套路 问自己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 关于什么 什么感觉 如何呈现 然后我们的剧本出行就会马上出来了 关于什么就是明确你的拍摄主体是什么 换句话说 这部片子的主角是谁 或者是什么东西 一般画面里面出现的被拍摄的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主体 后续所有的拍摄技巧都是围绕着这个主体转 一切为他服务 什么感觉 就是要问自己 你想挑起观众的哪一条情绪神经 观众看完以后会有怎么样的情绪反应 是哈哈大笑 还是为这个主角打抱不平 甚至是愤怒 还是 人呢 都是感性的动物 观众看完你的片子 情绪反应越激烈 被传播和转发的几率就会越高 如何呈现就是思考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把你想表达的故事呈现出来 可以包括打灯 录音 表演 等等等等 假设你要拍一个恐怖的男视频 那你的音乐是不是要音声 你的灯光是不是要阴暗 镜头是不是要拍出那种手持晃动的效果 关于如何呈现我们的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任何短视频都可以用这个套路进行构造和拆解分析 一方面你是可以为自己的短视频做准备 另一方面 你又可以从别人的短视频里面提取重点 学习借鉴 我们来举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吧 这一条视频是在2017年情人节拍的 讲述的是我下班后偷偷去深圳找女朋友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我 我想达到的感觉就是观众看了以后会觉得真实感人 如何呈现呢 一方面我故意不去把片子拍的像好莱坞大片的感觉 甚至故意让取景什么的看起来很业余 你也可以看到我没有进行任何的调色 手机本身拍出来的是怎么样的画面就是怎样的 越接地气越好 因为画面不是我这条片子的重点 第二点就是等待女朋友从地铁口出来的场景 我没有剪切 而是全程加快一进到底 告诉观众我是真的等了一段时间的 第三点女朋友出来的时候我把背景音乐给关掉了 龙珠花 声音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当时真实的反应 特别是女朋友冲过来拥抱的时候 声音都爆买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事件是真实发生的 并不是演出来的 看过我这条片子的朋友都深受感觉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抖音上拍的一个段子 我们先看一遍 这部片子的主角是带领新同事的那个女同事 感觉呢就是要在最后给观众一个冲击力大的笑点 如何呈现 取景女同事第一人称角度叙述 音乐自然的环境音 表演 夸张的表演 满脸都是巧克力 然后喷了一桌子都是面包 最后一点 拍摄的女同事 在事先是没有看过我满脸巧克力的样子 所以她的笑声也是真实的 怎么样 思路是不是一下子就清晰了许多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套路 关于什么 什么感觉 如何呈现 然而说到写剧本 Zip发现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 他们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就是不想写 采访了身边的几个朋友 Zip发现 每当我跟他们说 我们去拍个短视频吧 他们马上就搞炒 然而当我说 我们开始写个剧文吧 大致的原因 是因为听到剧本这个词之后 会有点距离感 或者有点沉闷乏味 道理我们都懂 我跟你说 任何好的作品都一定要有好的故事 任何好的故事都必须要有好的剧本 所以一个剧本其实好不好 几乎决定了这个短视频的成败 嗯 所以这个观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写剧本就像保持身体健康一样 我们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然而 我就偏不这么做 今天Zip就来给大家消除一下 对剧本的误解 很多人对剧本的认识可能就是那种 长篇大乱 排版要求很高 或者是只有专业编剧才需要写的东西 比如像这样子的 还有对于一些初学者 他们对剧本的认识 基本上就是 什么是剧本 长什么样子的 能吃吗 我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注重写剧本 但那时候我也没有任何的拍摄实践经验 对于写剧本 我更多是为了写剧本 而写剧本 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那时候我的经历 跟很多初学者可能就是相反的了 不论你处于哪一个极端 要么是太过于注重写剧本 还是压根就觉得写剧本没有必要 核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不明白写剧本的实际意义在哪儿 剧本的实际意义可以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创作方面的 另一个是操作执行方面的 创作方面就一句话 打磨内容 抗日神剧和青春偶像剧的故事内容 有多么精彩 我不用跟你解释了吧 很显然就是没有好好打磨的剧本 观众是不买账的 那怎么样的剧本才算是打磨得很精妙呢 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星球崛起二里面的 凯撒的儿子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老爸对人类那么轻软 直到后来看到老爸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哦 原来他是和人类一起长大的 啊 原来是自己错怪的老爸 那么情景中的误会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这么简单 一句对不起 所有的东西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没有一句废话 那如果换作是一个没有打磨的剧本 情景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 啊 爸爸 原来是人类把你抚养大的 是我错怪你了 是啊 不是我心慈收然 而是我对他们有感恩之情 哦 爸爸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的心情 你应该get到我的意思了吧 实际操作方面 剧本发挥了以下几个作用 指导性文件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特别是在拍摄过程中 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道具不记得带了 某个细节漏拍了 台词记不清楚了 中途出现差错那都是正常的事 但是如果你有一份思路清晰的剧本 哪里出现问题 就哪里解决问题 按着步骤来不用滑 剧本就是整个拍摄过程中 最重要的指导文件 有计划的安排拍摄顺序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去拍摄的 很可能是先拍这一部分 再拍那一部分 比如我现在对着镜头说话的这个内容 我是优先拍摄的 因为需要多人协助完成 而且内容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其他的补充素材 比如像刚才的星球崛起的片段 那我可能事后再进行补充 不然你这里拍一段 然后跑去那里再拍一段 然后又回到这里再拍一段 整个效率就会很低了 减少沟通成本 在和他人合作的时候 剧本就是你们最好的沟通材料 这样你就不用每次见到一个人 就得从头到尾跟他说一下这个故事 哎呀这个怎么拍 这个怎么拍 毕竟拍摄视频还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哪怕你这团队只有两个人 最尴尬的时候就是你约朋友 哎我们明天去某果公园去拍摄吧 好第二天大家一起坐车到这个公园 你朋友问你 好我们拍些什么 诶 设置预算 拍摄视频是有成本的 哪怕最廉价的也要付出时间成本吧 所以在写剧本的时候 除了天马行空的创作以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现实因素 比如说啊我要拍一个飞机上的场景 问题是你哪来的飞机啊自己打出来吗 大家可以猜一猜 Z拍像这一节课这样时长的视频 平时的时间分配是怎么样呢 至少一天时间打磨剧本 至少一天时间进行剪辑 拍摄打灯收音这些呢 其实一到两个小时以内我就可以做完了 是不是有点颠覆之前对拍视频的一个印象呢 原来最耗时间的并不是拍摄本身的 说了一大堆剧本的重要性之后 可能有些同学已经被Zip吓到了 哇原来拍视频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哈哈 但我不拍了 不用担心 记不记得Zip上节课讲的东西 我们拍的是手机上观看的短视频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平均时长也就是15秒到30秒之间 稍微长一点的呢 也会在5分钟以内 所以我们写剧本不要为了写剧本而写剧本 我们写剧本是为了方便我们加快效率 把idea变成成品这个过程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看这一节课 这一个视频的剧本 诶怎么感觉好多字好多页啊 这实际上呢是考虑到剪辑部门后期要配字幕 所以才写的这么详细的 假设我不需要考虑到剪辑部门配字幕这个事情 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子写剧本 只要写出大的框架 我要表达什么观点 有什么案例可以辅助我这个观点 中途要不要穿插一些搞笑的段子之类之类的 而之前脏脏包的这个短视频案例 如果我写成剧本的话 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 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已经非常熟练了 或者跟你的小伙伴默契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你都可以脑子里过一遍 口头上说一遍 不用文字化 直接就可以开拍 对于大部分的抖音短视频 我和我的小伙伴 基本上也是不用文字化的剧本 但这并不代表我会跳过构思剧本这个环节 因为每次我都会问他们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讲一遍给我听 可不可以我们试拍一段 找找感觉 归宗起来 写剧本只有一个标准 精简 啊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我们这一节课做了一个公司剧本的错误练习 然后通过这个练习 我们引出了一个万能的剧本套路 关于什么 什么感觉 如何呈现 我们还学习了剧本的重要性 明白了它在拍摄过程中的实际作用 当然还有就是如何具体的写剧本了 精简就好 如果你的脑子里已经有短视频的点子了 不妨马上动手写你的剧本吧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CUT